《英語訊報》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記者湯林訓文就位置 在台中市南屯路上的 這個信陽動物醫院 最近媒體是在報導 關於這個狂犬病的這個問題 那當然很多有愛心的這個四組 或者是關心寵物的四組 也都會在這個時間 然後帶著他們的寵物 來打這個狂犬病的疫苗 那我們來到了信陽動物醫院 也借用醫生了幾分鐘的時間 然後來了解狂犬病到底是怎麼樣的情況 讓我們的民眾對狂犬病有更深的了解 你好大夫英語訊文報 我們耽誤你幾分鐘時間 請問一下這個狂犬病 這個我們在一般的生活上 應該怎麼樣來防止感染到狂犬病 因為其實狂犬病是很古老的疾病 而且是很嚴重的疾病 他以前在我們民國38年之前 在台灣也是疫區 然後所以說 每一年都往往因為這個狂犬病 很多人就是被狗醫療 或被這些原生都咬以後 因為沒有適當的醫療 就會死亡 所以說現在目前在世界各地 還是一樣一直陸續有在發生當中 因為台灣原本是已經 屬於說 歸疫區 就是已經 那時候民國四十幾年 宣布說 完全沒有狂犬病的這些病毒的危害 但是屬於說 政府 一直以來 就是一直要鼓勵一下 我們一樣寵物的敘族 都是在做狂犬病的預防 一直在宣打 尤其是每一年政府有很用心 他有 所以像委託各地的時候 也很抽鹼 他每一隻打過預防針的動物 然後血清送到 那個家出衛生試驗所 去做看抵的監測 所以說 有沒有達到我們該預防的效果 那請問一下大夫 就是說 如果寵物幫他打狂犬病 大概多久要打一次 那打了之後 這個會產生這個效用 大概要多少時間 原則上 我們現在就是說 我們打了預防針 現在打了以後 他至少要十天到兩個禮拜 他產生到一個濕度的保護作用 我們當然這個寵物 因為現在都是短期的 所以說每一年至少要打一次 每年至少要打一次就對了 甚至有些酗主 他會要求每半年多追加一次 比較讓我們的寵物 隨時可以看你 達到最高等 了解 那我們想會感染狂犬病 除了大家知道的貓狗之外 還有哪些寵物或者動物 可能會感染狂犬病 一般就是狂犬病 它比較特殊 它是所有的溫泉動物 除了能學以外 就溫泉動物 像我們現在外面以前找的 那時候宣布會疫區的話在台灣 所以那時候他們有 包括做蝙蝠的追蹤 因為蝙蝠也會傳狂犬病 蝙蝠 對 當然這些方面就要特別慎重 甚至有需要都將咬傷 我們的這些動物體 能夠送植子最恰當的 那最後一個問題要請問代夫 就是說如果民眾不小心 被你剛才所稱的那些動物咬到 那你覺得應該怎麼樣做 才是正確的步驟 第一個當然我們是先要 許多先記錄起來說 記清楚是什麼動物咬傷你的 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你本身要先去我們的那個 防疫單位 或者說那個醫院 他現在目前有限者的醫院 他已經有對這方面的 比較詳細的 比較統善的照顧 去他會幫你做這方面的特別照顧 另外就是說 有需要當然能抓到動物體 我們化驗的單位 會幫你做這個確診 了解 那這一陣子的話呢 因為媒體是在報導 狂犬病的問題 那帶寵物來打狂犬病疫苗的 這個比例跟以往增加了多少成呢 原則上 因為他剩下目前狂犬病 引起大家的恐慌 就是說以前不願意打 或認為不重要的 所以說現在施打率比以前增加的 那差不多至少三成以上 至少三成就對了 那其實打狂犬病的這個疫苗 一般收費也不很高 大概都是收費標準大概怎麼樣 通常打這個因為是政府有補助的 政府有補助 所以說打一劑 原則上是超過兩百塊左右 大概兩百塊左右 好 所以我們呼籲呢 施主如果你的寵物還沒有打狂犬病疫苗的話呢 也趕快把握這個機會喔 好 那記得湯秀目前呢 在台中市南藤路 新陽動物院為你做的採訪報導 謝謝大夫謝謝您 if we give us a thumbs up before we hear for our support 解說 好 差別 好 Shopify 走